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互帮助 相互帮助 一直到今天 发展到今天 被大家称为天安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子的兄弟 就这么下来 一直到今天 有一百多人 一百零九人 牧师正前方 向当年刘备 关羽 张飞三位姥爷转运吉祥之地 上香三居宫 一居宫 再居宫 三居宫 好 李宗盛 我们就是效仿先贤 结为一姓亲兄弟 就是在今后的人生与世界中 有福同享 有难共住 就是这么一个核心 我们自愿 我们自愿 在桃园结义故里 在桃园结义故里 效仿先贤 效仿先贤 结为一姓亲兄弟 结为一姓亲兄弟 在今后的人生与世界中 有福同享 有难共住 有难共住 全权此心 全权此心 天日可见 天日可见 我们没有大哥 我们这个歌是以年龄排序来下来的 不是说 我是这个什么 谁年长 我们终成为谁是哥 是这样的 因为男人都有一种江湖情节 社会情节 江湖情节 武侠情节 就是这种男人大丈夫得够意思 有一万岁 兄弟之间得两肋插刀 就是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兄弟之间 我父母就是你父母 我老婆就是你嫂 嫂子 我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侄子 比如说打个比方 刚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那个八哥的母亲过生日 就是一个生日的一个宴会 我们一去当时给老母亲亲就一口同声 所有兄弟就一口同声 妈生日快乐 妈生日快乐 当时那个感动我就 鸡皮疙瘩出来了 我是从内心 内心里面真感动 哥们之间这个情 就一身妈 是兄弟的妈 以前我们素不相识 但是现在我们兄弟之间 有这种一姓七兄弟的这种关系之后 我们有这么多妈妈 有这么多哥哥弟弟 我心里特别感动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自己的事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意 工商注册的公司就有三十多家 形成了一个兄弟商会 就跟足球俱乐部 什么汽车俱乐部 这种形式一样 资源共享 抱团取揽放 都是干什么的 你看这个 我是做刺青 做纹身 五哥永望 黑龙江五肠大米非常好吃 它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鱼肠 它是做大米 从绿色环保去之后 天安永宁 它是做这个中铁物流 然后快递公司 在北京顺义这一块住 然后还有这个永孝 专门做这个中国 黑龙江省中国中华孝道 孝道这种文化 文化传播 传播这个中国孝文化 经常有一些公益活动 这种活动 天安永曾他有科技公司 做网络 传媒 也有做这个娱乐餐饮 各行各业吧 各行各业 很辛苦的在做 特别特别努力 我们这次活动主要就是 跟一个生日一样 就跟一个聚会一样 因为这个大家也都忙碌一年了 然后你说这么多好朋友好兄弟 从全国各地来了 大家就是聚一聚 有从珠海过来的 有从这个东北平江安徽成都 都是那种开车呀 坐火车坐飞机各的交通工具 我们来相聚与会 就是聊一聊 有个什么新的规划 大家在聊一聊 有什么合作呀 生意上的一些合作呀 没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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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东西啊 没有选 将军选不知道吗 没有 做买来做生意的 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能让我们这个团队发展得更好 保持我们这种友情一直延续下 二十五 二十三 四十四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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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五 五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一大 我们天安社的宗旨就是爱党爱骨 会党爱骨 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就是我们就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而且大家在一起之后 有一种什么样 集体的荣誉感 因为我们是成为了一个团体 我们要为我们团体负责任 咱简单的说一下 就把这纪律说一下 今天吃完饭以后 咱们在自己房间 遇热咋的都没事 就是尽量别扶起来 因为咱人太多 是这意思 我们明天上午起来以后 咱们上那个长长长长长久庄 炸完下以后 中午吃一顿饭 咱都集体大了 各回各家 各老各妈就完事了 别给自己找人 不必要的麻烦 你有用 咱是商会 不是黑人会 去年的15年 把一个把号 是关公的生日 咱们结拜了 结拜以后 这一年让我过来 咱留下的全是真哥们 走的都是假的 咱们也不希望有假哥们 咱希望有真朋友 就完事了 咱以后 少有点个人的意义 说多想想大家的事 所以以前咱们都是临时工 现在咱是正式的 咱是正式为大兄弟 你背叛什么都行 不能背叛你自己的誓言 今天主最多的是咋 最多的是把哥们的 台名字排出来 咱家那个大哥今天没来 因为大哥有工作 很多的也没来 咱家大哥还是说得咱们一姓兄弟的老大 老二是二姓友谈 川哥是友谱 我是老四 老四是祖哥友谋 老六是友诚 二十一个是友谊 二十二是友善 二十三是友信 二十四是友宝 二十五是友龙 自从有这个团体之后 大家似乎就是为了维护这个集体的荣誉感之后 一些毛病问题都解决了 平时可能开着车 开着车它比较冲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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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一下怎么着 都会发生一些口角什么 现在 现在自从有这个商会之后呢 大家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最起码从自身出发 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小进步吧 真的 因为在网络上面 我们有点小名气 大家都在玩 那就玩吧 既然有这个东西咱就玩吧 一拍呢 大家都挺关注 那就让这粉丝 就是就看一看 看一看 因为他们挺期待 你每天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我们就很简单 记录一下生活 就这样 像有些 我看有些种地的 也玩这个东西 他的粉丝也很多 种水稻的 我今天收成怎么样 每天也在传播这个图像 视频 他的粉丝也很多 都是一样的 网络是一个工具 就是记录一下生活 娱乐一下 来把手电打开 举个头领 手机的手电打开 那个图片把那个照片的观众 来大家回我们来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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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哭就有门破 眼神在哭也忍着笑 不然轻易在救命 喝完了特别的送鸡撒 就算街上靠着伤 在可以跟着 我听到 不得半个小肠 这就是我们 我在十岁的男人 男人也想听过 只能太敢的 爱 与个担当 Avant 人 不如 想 或 来 就 真是男孩 说求我藏起来 是一天没了之后 反正的梦想 看去城市的最好 就遇到当时 有灵性的最好 一天是两个好 来 兄弟们 替我考虑 1 2 3 排名要打得多筹 加油 1 2 3 有时候聚会的时候 经常有时候天气也热 喝酒一高兴 大光芒子出来了 然后就觉得哎呀满身满身 你们这个人这么多 以为是黑社会 有好多粉丝 他误认为我们是黑社会 他就以想哄社会的这种目的 加入我们这个团体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欢迎的 我们希望还是有正能量的 这样的人我们就合作一下 比如说你有特别好的文化知识 有某一定的这个特长 我们会欢迎这样的人 你说如果是抱着哄社会 跟你混在那干嘛 真的我们拒绝他 告诉他人得靠自己 不是说你加入这个怎么了 你会怎么样 不可能 人得靠自己 真的 通过这次之后呢 我们也 也不想让大家误会 天天吃饭 打光芒子 确实有点有点不雅 确实有点不雅 希望大家别模仿 模仿做一些实在的事 做一些实在的事 河北武安有一个那个儿童福利院 一去那会儿之后呢 感觉这帮小孩 哎呀 特别可爱 感觉跟自己家孩子那种感觉是 特别轻盛 给他们带了一些吃的 零食作业本 然后一些科外书 还有一些大米 大米食物 主要是这些 还有一些衣服 就可以他们 就是不定期的去去看一看 既然做了咱就做到底 哎没事咱就去看一看 好 现在社会多好啊 真的社会太好 如果说国家需要的话 我们的一帮人肯定 前段时间有人说这个南海 就是你们这个 所以天天一帮哥们在一起 吃吃喝喝 你们干嘛呢 天天光着榜子露出纹身 你们天天这样 你们是黑社会啊 还是什么 你们牛逼去南海 我们当时 当时我看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第一觉得 南海市是我们中国的 管它就是我们自己的 你跟它叫什么这样 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 如果真是国家需要的话 我们肯定去 对吧 首先我们对家庭负责任 对父母负责任 对老婆孩子都挺负责任的 然后对身边的这些 哥们朋友都非常好 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就是让我们的家庭 父母过着好日子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都是玉寇生 身闻脱上三寇生 公家墓高生三寇生 大业召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